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场大型公演 7月15号将在基隆国门广场热闹登场 演出经典漫画改编的诸葛四郎 到场观众的民众只要捐发票还有机会获得扭蛋 或者是动漫文剧组 接下来还有九天民俗记忆团 及台湾特技团等知名的表演团队 在全新的艺术卡车上接棒演出 尝尝精彩 剧团演员幽默的对白及精彩的动作演出 获得全场热烈掌声 这是紫风车剧团改编经典漫画所推出的诸葛四郎 7月15号将在启用不久的基隆国门广场登场 需要延续上个月刚结束的2022城市博览会热潮 也带大小朋友重温60年前宏极一时的本土超级英雄 诸葛四郎如何打败魔鬼党 现在国门广场非常的宽敞 所以我们也可以容纳更多的一个民众来参与 我们相信现场是准备了2000张的一个椅子 不过我相信应该是会超过跟爆满 那因为基隆走在全国疫情之先 所以我们才能够在6月份的时候举办 这个全市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城市博览会 那在7月份在相关的广场的地方来进行表演的一个展出 金融市长丽悠昌与金融市税务局局长欧秋侠 也分别戴上诸葛四郎及魔鬼党面具 演出当天参与民众都可以获得这份特殊的纪念品 这个非常有创意 这边是面具 这边是节目单 每一个小朋友通通都会有 到现场的民众 我想我们都会送这个节目单 因为节目单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嘛 可以看这个故事的一个内容 所以每一位参加的民众 我想我们都会来供给大家 除了主角面具外 民众只要现场捐实体发票及云端发票 还有机会获得扭蛋或知名动漫造型文具组 用一张的云端发票 或者是两张的纸本发票 就可以玩小孩子玩扭蛋一次 那扭蛋里面有一个纸条 就可以换精彩的奖品 那好康二就是云端发票两张 或者是纸本发票四张 就可以换小朋友票选第一名的 《鬼灭之刃》文具 紫风车剧团演出后 接下来7月16号及7月17号 将由基隆圣化局邀请知名的 九天民俗记忆团及台湾特技团 在全新的艺术卡车接棒表演 希望给民众不一样的艺术体验 外地的朋友问我说 城市国展会结束以后 基隆就这样子了吗 当然不是这样 我们国门广场串联了山跟海 最美的城市 最美的国门 应该就要像这样子 有海跟山的景致 那在国门广场 吹着海风 看着好的表演 听着优雅的乐音 我相信这是一个国际都市 应该有的水准 7月22号则由子风车剧团的 五双爱老虎压轴演出 子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表示 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剧团演出机会大减 今年第一场大型演出 就选择献给基隆 牛昌强调国门广场启用后 已经成为基隆最热门的户外新景点 7月起包括文化局 连续两周的仲夏月集演出 以及接续登场的子风车剧团等活动 希望邀请民众暑假到基隆 共享亲子欢乐时光 基隆一起放暑假 欢迎大家来看戏 记者张旗腾 基隆报导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在基隆市公车二线循环战前的 仁厄路车流量相当大 根据2020交通事故统计 左转爱一路与执行中一路的车辆 经常发生碰撞的意外 为了要降低事故发生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在仁厄路车道 重新调整并增设潮化线 希望透过分流的方式提升交通安全 车道上分别有路名及行驶方向 这里是基隆市公车二线循环战前的仁厄路 由于2020年交通事故统计中 许多左转爱一路与执行中一路的车辆 发生碰撞意外 为了降低事故发生率 基隆市政府特别对仁厄路进行车道调整 及增设潮化线 希望有效引导车辆分流 避免碰撞意外发生 一直在检讨说怎么样来降低 它可能的这些事故风险 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提早让车道来进行分流 也就是各行其道 在这个路段因为它的路幅很宽 那长达这个宽度高达所谓的六车道以上 那旁边又是公车的这个循环的站 那所以公车进出密度也蛮高的 那所以在建议处理的手段上呢 就是说在进到仁厄爱一路口之前呢 先将这个车流呢先做一些分流 所以我们在近期也完成了一方面 这个增加一个潮化的措施 然后把仁二路以及续行中一路的这个执行车流 还有转向爱二路以及爱一路的车流 然后希望提早来做一个分流的一个状况 不过根据现场观察在实施提早分流措施后 包括爱三路左转仁二路 以及从中正路一路右转仁二路的车辆 不论要执行中一路还是左转爱一路 都需要预先进入车道 因此还是有车辆切西瓜横跨车道的情况发生 对此交往处方面表示会再持续观察 未来会是状况滚动式进行调整 目前的话大概因为这个车道的预先调整 也就是说它必须预先进到 它所需要转向的一个车道 那还是会有这些部分的交织的行为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减少它这个交织路段 也就是减少交织的一个风险 然后看它的一个成效如何以后 我们来续行检讨可以调整的一个方式 而为了防制爱一路的车辆 直接在中正高架桥下违规回转造成事故 家具方面也从六月底开始 在仁爱路爱一路进行交通大执法 采取科技露营举发 呼吁驾驶人依现场标线与耗置行驶 避免荷包失血又危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金融生产的绿竹笋从端午节五月份开始 到九月份进入盛产季节 马东里长李文良表示 今年绿竹笋值和量都算不错 不过山猪蠢蠢欲动 因此农友只能自保 想办法防止山猪啃食绿竹笋 在笋农同时也是 欺读马东里长李文良协助指导下 市议员张耿辉和李文良 分别亲手挖出新鲜的绿竹笋 在现场检疫清洗后 直和量一级磅的基隆绿竹笋 就可以准备上市 由于基隆生产的绿竹笋非常好吃 一般来说从端午节五月份开始 到九月份进入盛产季节 不过李文良表示 今年可能受到气候影响 罕见延迟半个月后才产出 而且量稍微减少 但是绿竹笋的品质应该还算不错 今年到端午节才开始慢慢的生产 而且它的量会减少 过去一般一张地质下去 都是两只三只 现在都是一只单只而已 所以说量今年算了减少两只的生产量 当然我们的生产生产量 是对农民是比较困难 但是减少 但是它的价格方面比较不辣 像到幕前还有百五百六百七 我们市场就没有计划 还有百五百六百七 从和英年不一样 英年我们端午节过后就摆取了 大量生产就能摆取了 今年没有 今年到现在的计划 不过山猪也开始蠢蠢欲动 再加上政府原本提出 装设电网防山猪的构想 没有办法实施 因此农友们只能自保 已经向猎人们报案 防止山猪啃食绿竹笋 之前两天我就已经有报案 不是把警察局报案 我们就是把猎山猪的猎人已经报案 报案开始准备 准备说也是要开始来捏 开始来捏 因为过去 算说旧年多 本来市政府就说 有成功要跟中央申请电网的补助 结果这个案件不成案 已经想要退案 所以今年又有了 对于损农门的痛苦 身兼机动室休闲农会理事长的 市议员张耿辉也强烈向政府喊话 要想办法保护农友和他们的农作物 因为当初也建议说我们要鼓励农民加设电网 可是成如我们理事长所讲的 报上去没有下文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而且在意味讨论里面也说相对的 也鼓励他们来布置电网 可是人家报上去结果没下文 我是觉得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真的要加把劲努力一点 张耿辉进一步表示如何兼顾保护野生动物 以及农友们的权益都非常重要 以基隆来说包括山猪山枪猴子以及松鼠 就被基隆农民们列为四大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虽然略受到气候的影响 不过七土区种植文旦的农友张青波表示 只要没有台风来搅局 今年的文旦品质应该还不错 另外农友也指出今年的白鹿和中秋只差两天 因此得提早采摘文旦 放到阴凉通风处 经过磁水或是香水的过程才会好吃 浅绿色的文旦逐渐饱满 虽然略为受到气候影响 不过七土区种植文旦的农友张青波表示 只要没有台风来搅局 今年的文旦品质应该相当不错 不过农友也提醒民众 由于今年在节气上 白鹿和中秋只差两三天左右 因此得在国立9月10号中秋节前 提早个10天到15天采摘文旦 放置到阴凉通风处 经过所谓消水的过程 放到中秋节才会好吃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差不多 在中秋节前10天采摘柚 有时候白鹿离中秋节有20几天 所以我们可以在20几天前就可以采 但是今年白鹿和中秋太接近了 差了两三天 所以要提早差不多 在中秋节前 差不多10至15天就要先采着 放着我们中秋节才能够吃到 比较好吃的柚子 甜度我们刚拔下来的时候 柚子是跟香蕉一样 拔下来要好几天 柚子最少等到它吃水的话 最少要10至15天 所以要提早拔下来的话 我们这里的甜度 差不多有12度的甜度 农友张钦波表示 一般的状况下 白鹿和中秋节 大概都会差个20几天左右 因此在白鹿之后 采摘文旦放置就可以 今年则是比较特殊 每隔几年 就会遇到白鹿和中秋 只差两三天的情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路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 及提款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房片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继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4000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来保佑众生 并记事度中 首先进入中加宽屏官网 在上方的选单中 点选光纤上网内的Wi-Fi设定选项 输入身份证字号或订户编号 联络电话与验证码后点选登入 选择您所属的系统台与数据机设备 点选SSID名称及密码变更 输入SSID名称 然后再输入新Wi-Fi精钥密码 并再次输入新Wi-Fi精钥密码 点选确认后及完成设定 如果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起来啊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加宽屏吧 中加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雙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加宽屏 欢迎回到中加新闻现场 基隆中正公园 往大幅禅院的人行道上 最近铺上新地砖 才刚完工 就由民众一踩就破 还差点受伤 基隆市议员韩世育友 就怀疑这个工程品质有瑕疵 对此金融市政府都发出表示 新安装的水沟盖可能是强度不足 会请厂商改善缺失 新铺设好的人行道走起来相当的舒适 但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坑洞 里面好几块破碎水泥 拿起来用手扭一扭 没想到中间的钢筋硬身断裂 哦 断掉了 中正公园往大幅禅市的人行道 最近才刚刚完工 新铺上的地砖和水沟 看起来相当的稳固 不过却被城堡民众一脚踩破 脚底还差一点被钢筋刺伤 陈贤有跟我反映 他就是说早上乘运的时候 那经过我们这个中正公园 大幅禅院新做的步道 然后一踩踩空 然后导致我们步道的砖块 竟然整个就裂掉了 那脚也差点因为陷进去而受伤 厚达三公分的水泥制的水勾盖 一脚怎么就会踩破 市医员韩世玉实体的勘察 也发现水泥包覆的钢筋太细 结构很有问题 危险的这个我们的砖块 那疑似可能是水泥太多 那变成说呢 它的钢筋可能太少 那所以呢有陷落的状态 希望说市政府的话 赶快 公园科赶快做一个安全的围理 或者交通锥放在这边 避免晚上十分 万一夜间的时候比较昏暗 那行人不小心会陷落 因为这边早上下午晚上 运动或者是游客都非常的多 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有看到会注意啦 但是有时候跑步的话 这边有很多人运动嘛 对 可能跑步的话会没有注意到这样 对此都发出解释 曾经有民众把车辆开上人行道上拧压 造成水沟盖毁损 承包商在更换时 疑似养护时间不足 导致水泥再次破裂 去工厂那边定制之后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达 这混凝土应该达到的强度 那厂商因为在这方面 知识比较不足 他就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强度的情况下 他就拿去现场再去安装 所以因为时间上太急迫 然后他又去安装 那又导致这个混凝土的强度 还没有达到使用的强度 所以民众在经过的时候去采到就 又破掉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 我们有加强那个厂商的 在混凝土材料这方面的观念 那有跟他们讲说 混凝土在灌制之后 要等到7天以后 他才会达到这个 我们所需要的使用的强度 那已经有跟厂商讲过这个观念 那他们后续在这个维修部分 会再加强 杜发处强调新设的人行道 绝对不是豆腐渣工程 目前已经要求承包商 改善部分缺失 确保民众行走安全 记者 黄绍铭 金融报导 另外 金融暖暖运动公园 超长溜滑梯6月才刚启用 就有民众反应 溜到一半就会卡住 得靠自己出力 慢慢继续往前动 教育处就回复了 会先撒废子粉增加滑度 再请厂商打蜡 让小朋友溜得更滑顺 暖暖运动公园内 这座蓝黄乡间的超长溜滑梯 小朋友亲自体验一下快感 但不少民众反应 滑到中间就会突然卡住 还得自己扭动身体才能够前进 下面的地方都是透明的 我有点卡住 溜滑梯滑到一半突然卡住 原来这里是卡关的地方 斜度较其他的区段低 容易卡住 还有小朋友穿短裤 大腿容易摩擦发红 坡度可能是够 可是真的可能是不够滑 此外家长也反映 沿着山坡设置的攀爬网 黑色的钢管 在太阳下越来越烫 一不小心很容易烫到手 就是暖暖运动公园 25公尺长的溜滑梯 六月才正式启用 很受到欢迎 家长开心之余 也提出了建议 坡度真的蛮陡的 滑下来如果没有按照规矩的话 是可能会 会发生碰撞 一个追撞一个 速度太快 对对对对 所以也可能造成它 本身设计就是不滑的原因吧 对啊 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在玩的时候 裤子也有关系 公园这边的溜滑梯 比较不滑 那有些小朋友觉得说 溜下来的时候 他中间比较有点卡卡的 比较不滑 但是因为草毛那边是说 白色透明的地方 比较不滑 是为了让孩子不要一次滑太快 一次到底的话 有点危险 但是其他地方的话 也没有到非常滑 所以我们议员这边 米群那边有建议说 其他地方 那至少可以上一点防滑蜡 让他其他地方快一点 在白色透明的地方的时候 可以止滑一下下 但至少有一个溜滑梯 有个速度 本来是担心 一开始就弄得太滑 会有危险 那既然民众有反应说 不够滑这样子的话 我们今天已经有 先在上面 喷洒一点肺脂粉 那有请小朋友去试滑 的确是滑度是够的 那长期的部分的话 我们又请厂商 来进行一个打蜡的动作 那就可以改善 他这个不滑的情形 那有关于黑色攀爬网 会过趟 在高温下会过趟这个部分呢 我们目前有请厂商评估 是不是在那个 黑色网架的部分 包覆 像是泡棉 或者是防撞垫的材质 或者是以涂油漆 市府教育处听到家长先生 立即做出了回应 将在六花梯内 撒上废纸粉 再请厂商打蜡 而过趟的攀爬网 将会进行改善 让孩子安全 开心的玩耍 记者 黄绍铭金融报导 炎炎夏日 头皮容易出汗出油 就会想要天天清洗头发 而其实洗头啊 有正确的顺序 和一些诀窍 才能达到真正清洁 且保护头皮 头发的目的 因此特别请来了 资深美髮设计师 为大家讲解示范 炎炎夏日到来 头皮容易出油出汗 就会想要天天洗头发 而其实洗头有正确的顺序 和一些诀窍 才能够达到真正清洁 而且保护头皮头发的目的 因此特别请来 资深美髮设计师 为大家讲解示范 我们洗头发最主要是洗头皮 不是洗头发 那如果说你洗头不超过三分钟 那头皮是没有办法 把我们的一些荷尔蒙分泌啊 油啊汗啊清除干净 我们起泡的时候通常是洗髮精 挤在上面就把它搓均匀 之后先搓均匀之后 大概是从两边起泡 因为我们很多人 就会直接从正中间起泡 那我们洗髮精像很多浓缩的 如果说你没有冲干净这一块就很容易掉头发 我们洗头就是全部泡泡均匀之后 这样子第一区这样搓 到中间稍微搓一下 好第二区 那我们搓的时候是用指腹 指腹去搓 可以大力的去压指腹 就像按摩 第三 好然后再来第四 第一次洗完之后冲完水 只要冲八分干净或七分干净就可以 再重新第二次起泡 正常来说喔 头发需不需要天天洗澡 先看你的出油状况 如果你的出油状况不是很常出油 夏天我当然会建议 那有些人他长期待在冷气房 他可能不太常外出 不太常流汗的话 是可以两天洗一次 尤其是女生 那男生的话 我其实比较建议天天洗 美髮设计师表示 由于头皮也会不断增生角质 加上有染髮或烫过头发的观众朋友 髮质会比较干涩 因此需要定期保养头皮和头发 所以我们平常洗完头的话 最好能够再用护发性 酸性 护发素大概PH值在2 2到3左右 那我们洗完头 开始做包尾的护理 那这样子 第一个可以让烫卷的头发不毛躁 第二个可以让有染过的头发 它有锁色的效果 也就是延迟颜色掉的时间 第三个头发会变柔顺 比较不毛躁 所以呢我们洗完头 如果你有烫懒的话 除非是男生短头非常短那种 你只要有一点长度 就会建议用护发素 稍微做洗完发的护理 美髮设计师提醒观众朋友 年纪过了40岁之后 掉发的情况会更加明显 因此正确洗髮和选择对的洗髮精 真的很重要 这样才能够维护健康的头皮和头发 记者徐超雄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EG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 畅快有感 E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首先进入中家宽屏官网 在上方的选单中 点选光纤上网内的WiFi设定选项 输入身份证字号或订户编号 联络电话与验证码后点选登录 选择您所属的系统台与数据机设备 点选SSID名称及密码变更 输入SSID名称 然后再输入新WiFi精钥密码 并再次输入新WiFi精钥密码 点选确认后及完成设定 如果有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